考学历该不该进军演艺圈呢 会引发这样的话题是因为台大校长李四成他感叹的说 台大学生去走秀很可惜啊 还点名了最近所谓的台大十三妹 那么下午十三妹之一的杨一妹做了回应 他说校长其实应该只是以家长的心情来担心学生啦 没有什么不对 不过他也强调他进演艺圈一点都不后悔 只要让父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够了 一身甜美洋装先花给小师妹白白 以往不吝极展现好身材的杨一妹 今天反而穿得特别保守 普通的凭孔洋装对上白白的性感暴乳婚纱 真的差很大 穿着不同但两人背景可差不多 拥有人人称现的好身材 都从事过Showgirl 也为了演艺事业暂时抛开好学历 面对台大校长李四成批评去走秀可惜 杨一妹有话要说 他绝对不是在批评说 哎呀你干嘛这么浪费 什么之类其实不是 他在说的是他会有点惋惜 以一个家长的身份来看 他当然是很害怕 我们没有就是照着他理想中的 那样子的步去走 不过拍性感电玩广告爆红 难道不怕以后被定型 我不会后悔 我也不会觉得呢 进来这边就有什么可惜 所以现在有些不认识的人问我 我在做什么 我都跟他说很骄傲的说 我现在在做个人品牌的管理规划 说是把自己当商品来经营 更为了让爸妈安心 把毕业前赚到的第一桶金 全交给父母管理 杨姨妹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除了用好身材闯到演艺圈 更要打破凶大无脑的迷思 明星文钟沛宇 李泽民 台北报导